《讀生一书》的第一章 就是讲08年四川民村大地震的时候 作者方逢美去过四川十方市在区采访 那是中国实施一孩政策前的一个试点城市 70年代尾已经有九成以上的夫妇 只是生一个小孩 地震之后十方市有部分的村 几乎失去整整一代人 方逢美是马来西亚人 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任职 也获得过普立之奖 用了三年时间全职写这本关于一孩政策的书 去年年底在美国出版 但他找过十几家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社 都没有人愿意出中文版 他最终自费用了一万美元 找人翻译成中文 制作成PDF版免费放在网上传阅 香港我觉得一定是铜锣湾的事件 又影响这个 我和几个香港的公司说 他们说发生这个香港的事件 又影响他们的生意 所以很多的卖本书的书本书 不敢传选这些敏感的本书 他们都抠掉了 这个独生政策是真的关于大陆的 你没有一个中文的盘 书中也都揭示一孩政策底下 畸形社会和经济的问题 包括现在女小男多 不少中国家长用完棺材本 都要帮儿子买房 希望她容易找到老婆 也都是令楼价居高不下的其中一个原因 而中国老龄花问题严重 最终会变成老无所业 单煲满老人的国度 方福美认为这些敏感的内容 令到中文版没办法诞生 而她也都在网上发起众筹 希望读者能够支持她